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原谅 先让我抽一支 复旦大学的本科生有这样一个社团叫国学社 而且历史已经蛮长 刚才这位同学介绍是91年开始 这是个很好的事情 国学社的存在 它的意义不仅限于少数几位同学 对中国古典学问有研究的兴趣 当然这种兴趣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意义的 也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 但是国学社在今天的中国 这样一种国学社的活动 越来越具有普遍的意义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 在当下选择未来 我们已经选择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比方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代议制 那叫国会 我们也选择了诞生于西方的经济制度 也就是现代生产关系的体系 我们叫它市场经济的体制 我们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是 做了这两件大事情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 就武士的时候开始做 就是向西方学习他们的思想和文化 武士新文化运动师 向西方学习的文化运动 从西方找来了老师 不仅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而且引进西方的哲学 康德黑格的哲学 引入了中国 也就是说 在思想文化的领域里边 我们向西方也学习了很久了 也要有一百年了 那么这一百年来向西方学习 对中国的进步 当然有很大的意义 这个进步当然 它的标准是西方设定的 因为我们是被迫现代化的国家 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工业化 那么工业化的前提 就是必须隐落市场原则 隐落这个资本的逻辑 尽管我们有过一段不短的时期 就是毛泽东时代 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这个时代 仍然属于资本的时代 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社会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仍然在计划经济时代 搞商品经济的 我们不是产品交换 是商品交换 对吧 我们不同的部内 生产部内之间的交换 是要通过价值 就是商品价值的交换来实现 所以价值规律一定起作用 价值规律一旦起作用 剩余价值规律也会发挥作用 于是毛泽东在晚年说过 我们今天的社会 跟旧社会差不多 商品生产 商品交换 八级工资制 等等 资产阶级的法权继续存在 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加以限制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现在 直到今天的中国人 一百多年来 向西方学习 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改革开放起步 我们全面地接受了 市场的原则 从计划经济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引发了整个社会 中国社会的巨大的转型 30多年来 我们中国人 努力地学习资本的逻辑 我们以为 通过进一步地 让市场经济 健康正常和完善 就会带来中国的进步 那么现在我们 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有两个基本的问题吧 第一个基本的问题 今日是中国 社会各个阶层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 取得成功的少数成功者阶层 还是多数弱势群体 没有一个社会阶层 有生命幸福感 没有一个阶层 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 整个民族 没有精神家园 我们从一个物质上 普遍不满足的时代 进入了一个精神上 普遍不安宁的时代 这是第一个问题 基本的问题 我们的政党 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在胡锦涛 任总书期期间 就提出了建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这样一个目标 也就是重建 我们中国的 这个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和中国未来社会的精神基础 不能长久的 处于价值真空状态 这是基本问题之一 基本问题之二 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 并不是由于资本逻辑的引进 而终于形成了一个 理性的社会秩序 独立的个人 彼此之间 按照理性做基础的契约的原则 打交道 这一点直到今天没做成 将来会不会成 我看也不会成 那么今天的不成功 体现为今天中国社会 处于解体的边缘 这个解体的边缘 这个判断 一个最基本的现象 我们都能看到了 体会到了 就是普遍的信任危机 穷人与富人之间 富不信任 政府与百姓之间 富不信任 社会公共机构与社会公共机构 之间也富不信任 甚至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 也富不信任 我们再度地出现了 如孙中山当年所说的 一盘散沙的中国人 这样一个局面 而且这个杀猎 不是以家族为单位的 以前中国人那句话说 别管他人 个人至少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是吧 这也叫一盘散沙的中国人 但是这个门是家门 是吧 他还是家 家的内部 有他伦理的法则 有他道德的价值 今天这个以家庭 或者家族为单位的杀 也已经分解了 今天的杀猎是利己主义的个人 所以两个基本问题 就放在当下中国人面前 一个是没有精神家园 一个是社会处于解体的边缘 普遍的性能危机 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 层出不穷 有些社会现象的丑恶程度 令人发指 不可思议 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 未曾有过的 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有过黑暗的时候 战乱的时候 但是没达到如此的地步 就是说 家族内部的分解 利己主义的个人 于是今天的状况就是 法治不裂 秩序紊乱 各处侥幸 群情不安 在这样一个 当下的社会的 基本状况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 国学社的活动 以及社会上许多阶层 对国学的再度的关注 和国学复苏的这个现象 它有深刻的原因 也有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今天就有这样一个话题 就中西文化 差异的更远 或者说渊源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在今天这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 会不会被抹去呢 在西方诞生的资本 确实带来了真正的世界史 结束了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 世界通史是资本带来的 因为资本诞生于欧洲 但它一定要突破欧洲的疆界 来征服世界 为什么 因为资本是这样生存的 资本的生存就是资本本身的增值 资本一旦停止增值 它作为资本就死掉了 它变成了消费基金 以资本为主导的 资本逻辑为原则的 现代人类的经济生活 不可能 不可以停止资本的增值 所以既然资本的 生存方式就是它的货币的增值 那么它就意味着 它要把全世界的人的消费需要 看成是它的市场 必须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 看成是资本增值的材料 于是它一定突破欧洲的将界 征服非欧洲民族 于是带来了真正的世界史 结束了各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 而由资本的罗绝所要求的 社会关系的主导原则是什么呢 是在独立的个人之间 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契约 于是人权的原则 和人道主义的原则 被广泛的接受 在中国文化中 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师父只存留在我们中国人的 记忆之中了 师父 也就是说 事情真的会如此这样演变吗 终于有一天 中国文化 一些中国文化精神当中 所体现的社会原则 只成了历史的回忆吗 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 我想国学社的同学 进入中国古典文 古典学问的研究之中 是为了惨发什么 当下之中国 重建精神家园的思想资源在哪里 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 以及儒家 或者以儒家为主导的 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化 是否可能 以及官方的 也承认的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是否可能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离开中国思想 做基础 谈不上中国化 是吧 中国化就是有一个 中国思想 中国文化精神传统 跟马克思学说的关系问题 所以 我说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其实是全民所关心的 基本问题 我相信 今天 当我们看到 父亲 父母亲把孩子 告到法庭上去 或者孩子把父母亲 告到法庭上去 或者兄弟姐妹 彼此对不空躺 无论哪一方胜诉了 胜诉这一方 绝不会有幸福感 各位同意吧 法的理性 不可能成为 一个民族的 社会生活的价值技术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 基本问题是 如此的真实 中国是未来 所谓法治的国家 不要把它想象成 所有的人际关系的 矛盾和冲突 都是用法律的原则 来处理的 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假如我到一个 影射店里边 喝一碗豆浆 我都在担心 这个豆浆里边 有没有危害 我身体健康的要素 或者我发现了 我怎么办 我告 如果是这样的生活 的日常生活 都要用法律的诉讼 来解决的话 想想看 比方说一个上海 要多少个法庭 每个一条马路 大概就应该小法院了 日常生活的危机 不是靠法的理性 也不是靠资本的逻辑 搞一个民族的伦理精神 难怪台湾人说 大陆是什么 叫有历史 没文化 今天的中国大陆 他们说 他们的台湾叫什么 没历史 有文化 我听了这样的话 我心里是很难过 感到凄凉 他讲的文化是指什么 体现在老百姓 日常生活当中的 那些最基本的道德法 道德准则和伦理价值 所以我 我相信 资本的全球化 并不可能 一凭 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假如一凭的话 全世界的人类 只有一种文化 只有一种文化精神 只有一种思想 只有一种智慧 这绝不是我们 可以期待的 美好的远景 假如全体人类 只有一种思想 只有一种智慧 它就是思想和智慧的 结束 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 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三十多年改革开放 我们搞了市场经济 我们引进了资本的逻辑 那么资本对于今天的中国人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在 传统的社会生活的饭色中 获取物质利益的新手段 资本与市场 绝不意味着 现代经济理性 与现代市场规则 而是获取物质利益的新手段 所以资本和市场作为手段 而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基本饭色 仍然是传统的 于是矛盾和张力就来了 于是种种的并争也会来 比方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这到今天解决不了的 我们正在试图解决 以习总书记 为总书记的 新一代 中央领导 真正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相信是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重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是事情的要点 那么如何重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呢 政治学家 法学家都能说话 经济学家也能来说话 这三个家合在一起 设计一套理性的方案 我们一步步地把问题讲得深入一些 我们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这一点恐怕是不用怀疑的事情 那么80后90后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度认为他们是世界公民 中国人则是一个种族的概念 那我儿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会这样想 因为他的学读书的过程 其实就是进入了小学 初中高中 那课程体系 基本上从西方引进的 只有少数课程 课末 比如说历史 里边有一点中国历史 语文科里边有一点古典诗词 这算中国文化了 至于数理化 外语全面地进入课程体系 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学问 到大学的学问体系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国学则又很小一块 是吧 我们复旦哲学学院 要招国学班也比较困难 那么我这次来做一个讲座 也有这个动机 就希望吸引更多的复旦的学子 来报名 我说这是有点功利的目标 但是其实呢 还是一个很实在的希望 很实在的希望 它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无论是 怎样在西方的知识体系 和学问体系当中成长 我们的业余生活 无论如何是怎样的 从心上的艺术品 来自西方 博来品 我们欣赏好莱坞大片 看西方的电影 读西方的书 我们吃麦当劳 肯德基 西佛歌旅 我们变成了西方人没有 我们还是中国人 八年后现在 逐渐地认识到这一点 越是到海外去留学的 八年后越是更清楚地 认识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在西方国家生活 短短的三个月里边 一定会遇到 Cultural Shock 叫文化震荡 他们终于意识到 自己还是中国人 于是他们往往比 大陆上的八年后更爱国 那么这是有更远的 为什么向西方 学习了一百多年的 这个民族 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曾经 崇拜西方 向往西方 八十年代上世纪 八十年后半叶 就改革开放时代的 第一波留学潮 把我读书的 我所在的读书的本科班的 山峰之业拉到美国去了 现在他们都还在那里 我是七八年入复旦的 他们拉出去了 他们投奔自由世界是吧 他们觉得那里才是最好的社会 现在他们非常爱国 这是很真实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问 我们为什么学不成西方人 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 所以就由我今天这样话题 我们要探讨中西文化 差异的渊源 这根源在哪里 我们先来讲一讲 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我们知道上世纪末 是吧 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家 亨廷顿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书 文明的冲突 在这本书里边 他认为在这个地球上 现有的文明可以分为八个区域 有八个文明区 这个八个文明区呢 我觉得分得过细了一点 在我看来三大块 那么我先说一说 他分这个文明三大区的标准是什么呢 宗教 有哪八个呢 基督教文明区 主要是我们都知道西欧国家 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 都属于基督教文明 差异有一点不很大 比如说法国天主教为主 德国新教为主 差异是有的 但不很大 所以都化为基督教文明 那么还有一个伊斯兰文明 也是宗教了 伊斯兰教 那么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 都属于这个文明区的 还有第三个叫东正教 东正教文明 那么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 那就是俄罗斯 我们知道基督教在它历史上 发生过几十分裂 对吧 东罗马帝国 后来它的这个基督教变成东正教 它一度的中心在哪里呢 在土耳其 君斯坦丁堡 对吧 现在移到哪里呢 移到了俄罗斯 那么东正教文明的国家也有好多 你比方说那个希腊就属于的 土耳其也是的 土耳其还有一部分是什么伊斯兰教 那么第三个文明区就是伊斯兰文明区 那么第四个呢 当然要中华文明了 那么中华文明区在这个 亭廷顿看来也叫儒教 儒教文明区 其实儒教不是宗教 他有点搞错了 我们也不责怪他 因为他不是搞哲学 是搞政治学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独特的 一个国家一个文明 叫日本 一个最孤独的文明 也就是你说他属于中华文明也很难说 他虽然公元三百年开始学中国文化的 学到了什么 一个儒家一个佛家 但偏偏学不了道家 所以他作为中华文明区 他就不纯粹了 这个日本人学不了大家的缘故 我很快就知道了 当我第一次到日本去的时候 我在日本 飞机不是在日本的上空飞的 这些天空万里无云 我从飞机的悬船往下看 基本上看到日本的全境 像一条虫 躺在海面上 我也知道 同时知道 他躺在地震带上 这样一个严酷的生存空间 我立刻明白他为什么学不了 到家了 到家教我们中国人什么 退一步海阔天空 请问他退一步退到哪里去了 退到海里去了 所以这个民族是严谨的 在戏剧上高度认真的 这是一个不断要求生存的民族 你无法让他 学习到家的思想 那种无为而无波为的想法 日本人围得最厉害是吧 他们无为而无波为是不会懂的 所以这个民族呢 当然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他的优点和长处 同时我们也知道 他为什么缺乏幽默感 幽默感的前提是智慧 但你不要跟日本人讲幽默的话 你跟他讲了 他听着 然后问后来怎么样了 哪有后来呢 所以亨廷东的判断是对的 日本一个国家一种文明 他叫孤独的文明 那么还有两个 一个叫拉美 拉美文明区 这个拉美文明区是怎么形成的 也是根据宗教来说的 就是欧洲的移民到了拉丁美洲 当然一定带过去基督教 那么拉美本身 这个地方有土著的宗教 有原始的宗教 那么这个原始的宗教 跟从欧洲传过去的 主要是天主教 拉美国家 基督教过去的是天主教为主 美国和加拿大是新教 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好 南美洲是吧 拉丁美洲就发展的比较差 这个道理呢 就是我们只要记住 马克斯微博 那本书就大概懂了 是吧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好 拉美的文明就是来自天主教 和地方 当地的原始宗教 集合的产物 于是那里的文学 那里的哲学思想 跟欧洲不一样 当然跟中国 跟印度也不一样 是吧 那么那些魔幻现实主义 这种文学创作 大概只能在拉美发生的 它有它一个文明的特征的 那么还有一个叫非洲文明 过号可能的 这是亨顶顿的意思 它有一点有语 因为非洲的这个 部落的宗教之间差异也很大 然后基督教文明确实也过去了 那么在不同的非洲的部落之间 集合的结果是不一样 没有一个统一的文明区目前产生 将来可能产生 这是亨顶顿的八大文明区的划分 那么划分的这个标准 它主要是宗教 当然也谈到了语言 但是语言在亨顶顿的区分方法当中 属于次要的地位 主要的地位是宗教 那么我现在要强调的是 亨顶顿有这样一个社务 第一把中国中华文明 看成是一种儒教文明 儒家不是宗教 所以他没有找到中华文明 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在哪里 中华民族是一个世界上很少的 这样一个民族 就是无宗教的民族 没有宗教 尽管有不少宗教徒 我们有佛教徒 我们也有基督教徒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 还取得一定的成效 那整个民族的文化精神 不是宗教精神 这件事毫无疑问的 这个民族是没有一个最高的神 来管人心的民族 没有真主来管人心 也没有上帝过来管人心 所以这不是一个宗教的民族 亨廷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当然我还是说不要苛求他 那么我要强调的这一点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怎么向西方学习 都学不成西方人的根源 根源在汉语 我们如何理解语言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语言 就会认为语言是 人这样一种高级的动物 它比其他动物更聪明 所以发明出一套符号工具的系统 用一个个词语做符号 给外部事物贴上一个个标签 然后把这些符号 组织在一个句子里边 用一条一句又一句的句子 来保存和传达信息和知识 这样来理解人类的语言 就是科学的语言 语言的科学观 他错了 他只是把人类的语言 当成是符号工具 语言是什么 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 能以语言之家为家 这是海德格尔的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动物没有语言 除非你在比喻的意义上用 动物没有语言 所以动物没有世界 只有环境 能有语言 于是能有一个世界 大地 山川 星辰 河流 向人呈现出来 万事万物 整一个宇宙向人呈现 因为能在语言中 所以圣经 讲上帝造人这段故事 里边包含着智慧 上帝造人怎么造 用泥土造 用泥土造出来 人的形体 但这时候还不叫人 还差最后一道工序 这最后一道工序是什么 对着这个形体吹一口气 为什么要吹一口气 让它有了语言 因为有了语言 人有了世界 所以人类对世界的基本经验 都是在语言中的经验 人对世界的基本理解 都是在语言中的理解 人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所形成起来的 最基本的生存情感 也是在语言中形成起来的 生命情感 人所形成起来的 人生的基本态度 也是在他所 所属其中的 那个母语 给他的 所以我们 汉语存在一天 只要汉语 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母语 我们就仍然在中国思想中 因此我们仍然是中国人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要让中国人不承识 为中国人 不是到处传教 比方说 把基督教在中国推广的 越广越好 终于慢慢的 中国重新了一个基督教国家 各位别相信这件事情 基督教的数量的增加 绝不足以说明 基督教在中国形成了 可以取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力量 为什么 很简单 一个中国的基督徒 他也同样很虔诚的 那么他也在虔诚的祷告 比如说吃饭之前要祷告 是吧 这个仪式他都遵守的 当一个中国的基督徒 在祷告的时候 他心中想的是什么 是西方的神学观念吗 是这个有罪的灵魂 期待拯救吗 不是的 想着今年我儿子要高考了 主啊 我向来忠诚的 忠诚的侍奉着你 你一定要帮我 对吧 上帝在他心中看来是 全知全能的神 像父亲一般 在关键的时候帮我 是吧 你不帮我 你还做父亲干嘛 这个父亲跟他讲 不 我帮助的 我要拯救的是你的灵魂 但中国人没发现 这个灵魂 是吧 没发现还拯救什么 所以这一点 我们要看得明白 除非有一天 汉语消失了 我们才不在汉语说 您积淀和保存的中国思想和智慧里的 也不再汉语说 您积淀和保存的 人生态度 生命情感和世界理解之中了 这个 一个语言的销售 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框架的销售 生命情感的特征的销售 是应该这样看语言的 所以我们不管怎样像西方学 我们仍然是中国人 根源就在汉语 凡是能够体现凝聚中国思想 中国文化精神的汉语的词语 没有一个能够翻译成欧洲语言 翻不过去的 当然不断的在翻译 比方说道德经验翻译成德文本 英文本 法文本 老早都有了 多种欧洲语言的文本 其实都犯错了 后来有一个人真发现犯错了 然后他自己下了一个大的决心 我来翻 这个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 那么他没办法翻 找了一个华人 母语是汉语的华人 但常年在德国从事学术研究 这两个人就合作了 海德格跟这个华人合作 用了三年的时间 整三年的时间 终于失败告终 于是海德格 聊以自慰的方法 各位知道是什么 请一个懂书法的 会书法的华人 从道德经里面 摘了两句话 他正好是一幅对子 写成了一幅对联 挂在他的办公室 每天看看就可以了 懂得基本上不懂 他知道里面有极高原的境界 但他没办法用德语来表达的 他自己又不在汉语中 如果海德格认真学汉语 也还是学外语 对吧 不是母语 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本 我们现在看到了 我们随便举例子 我们说那些 大家见面 真是我的缘分啊 那么大家马上听明白了 是吧 不用解释的啊 你把原封这个词翻译成英语 试试看 你怎么办 我认识你真是原封啊 我感慨的说了一句话 你马上听懂了 因为我们都中国人 是吧 第一层意思你已经明白了 我认识你不是预先我计划好的 不是预先计划好的 没计划过 偶然性是吧 偶然性在里边了 但是我们同时又用原封来说 必然性的 为什么 五百年修来 同坐一条船 这要五百年修来的 必然性 我跟大家在一个 今天的晚上在积极一堂的 讨论中国文化问题 这要多少年修来 要算一算 总而言之是必然性 好 在原封这样一个 汉语的词语 词汇里 词语当中 把一对对立的范畴 统议在一起了 偶然性和必然性 统议在里边 偶然性你一定找得到 英语的单词 是吧 必然性也有另外一个词 叫necessity 是吧 你找得到 英语当中哪一个词 它同时表示 偶然性和必然性 没有的 我们彼此说话很方便 然后我要跟一个 英国哲学教授说 我见到你 真是缘分啊 你用英语试试看 你最多说 幸运是吧 幸运们他说 他也承认的 幸运们就是 偶然的 开心的事情 后来我告诉我 不够偶然的 就不会偶然 他傻掉了 怎么不偶然 是吧 你结婚了是吧 你千里迢迢 你这邻居家的女孩 老早就爱慕你 你也知道 但你对她没感觉 是吧 你千里迢迢的 到外面找到一个 你理想中的气质 跟她结合在一起了 结合在一起 很快的 短短的几个月 你发现 你找到的是 一个合同试制 你傻掉了 你终于发现 我的以前的计划 关于一个理想的 气质的计划 全落空了 然后你必须成了什么 缘分 对吧 这种事情 跟中国人讲 全明白的 跟欧洲人讲 怎么能明白呢 可见中国思想 和西方思想的差别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西方理性主义的 我所做的一切事情 第一 来自我什么 明确的理性的计划 和意志的哲刑 缘分这件事情 他们不懂的 不行了 失败了 再来一次 不断的修改 不断的改造 这个社会 包括自己的人生 有许多缺陷 许多缺陷怎么办呢 改造它 改造论 改造的观念 来自柏拉图主义 理念论 那么中国人 也像西方人一样 不断改造 改造自然 也改造社会 包括改造自己 个人的生活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后来才知道 不需要改造 改造是很荒唐的事情 金刚经当中 有三句意 各位听说过吧 就一种表达式 这样三句话 经常出现的 第一句话 比方说 金刚经里面这么说 如来说 世界 如来说 有一个世界 第二句话 马上来了 既非世界 就不是世界了 第三句话 马上来 世民世界 所以称它为世界 所以称它为世界 第一句话 如来说世界 有一个世界 第二句话 马上来 既非世界 既不是世界 世民世界 所以称它为世界 这叫三句意 如来说 第一波罗波罗面 既非第一波罗波罗面 世民第一波罗波罗面 又来了 我当初在中学晚期 的时候 有幸读到金刚经 那么读的时候 我就脑子一下子乱掉了 这个三句放在我面前 我搞不定 他在说什么了 我们的先主席 毛泽东 这世界上很有天分的 物性蛮高的 那么毛泽东主席 在召集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 经常 如果他主持的话 他喜欢一上来 不说正题的 先说几句聊天的话 以便活跃空气 是吧 那么有一次 他就这样开始了 各位 各位在座的党的高级干部 是吧 毛泽东的党内同志们 主席就说了 各位读过金刚经没有 大家很毛了 今天主席为什么 谈到金刚经呢 然后主席继续说 我是读过了的 里面充满了辩证法 比方说 此人是赵博初 赵博初当时 中国佛教学会会长 此人是赵博初 皆非赵博初 还是赵博初 然后大家全茫然 他一看党内同志 一个个茫然的很 他就算了 不跟你们讲了 开会 我一直认为 我们中国年轻的一代 要早一点懂得三距 这非常重要 这什么意思呢 如来说世界 就是说有一个世界 你千万别把这个世界 看成是射体 西方人的宇宙观 是不是射体的宇宙观 射体的最小单位 以前叫原子 就是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 后来物理学的发展 要追问 分子原子 后来发现原子 也不本原 是吧 里面还有基本列子 以为找到基本列子 最终的射体就找到了 后来发现还不够基本 据说还有夸克 总而言之 他们无穷无穷的追问 世界成立的射体基础是什么 那么我们受了西方学问的影响 西方科学的影响 中国人也开始有射体的观念了 这个射体的观念 别以为它仅仅存在于 我们对物理学的学习当中 也慢慢地会影响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但是世界不是射体 所以第一句话说 如来说世界 马上要否定 它是个射体的存在 第二句话来了吧 击费世界 那么你把这个世界 作为射体否定掉了 你不能把世界否定掉 这个世界虽然不是由射体组成的 它怎么组成的 缘起 佛教的最基本的 第一条原理 佛教的各种宗派 都共同承认的 不承认这一条 你就不能叫佛教的宗派 缘起信空四个字 什么叫缘起信空 你比方说 我手头拿的这一个 矿泉水的瓶子 它有没有它自身的射体存在呢 按照西方观点 它要被射解为物质的最后 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构成的 基本的业势 比方说 西方观点 佛家的观点 它没有射体性的存在 它叫自信本空 没有自己的本性的 自信本空 那它怎么来的 这个矿泉水的瓶子怎么来的 各种因缘聚合而成 就各种条件 汇合起来成了这个事物 但这个条件会聚合的 但也会离散 缘会之生 缘离之灭 万事万物 无不如此 你先要同意这一条 你不同意这一条 你就不能进入 释迦莫尼的智慧 我小时候也蛮早知道 缘起信空这四个字 我也觉得理论上 能够接受 因为一切事物都无常 没有常处不变的事物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我同意的生生灭灭 我就以为我懂了缘起信空 其实没真懂 什么时候懂了 不是逻辑上理解 00年我母亲去世了 后来06年我父亲又去世 当我父亲去世的那一刻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 缘起信空 我出生在我父母所组成的家庭里了 我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 我自然而然的认为 这一个family应该永远存在 对吧 到06年的那一天 我知道他没了 这就叫缘起信空 万事万物都如此 包括大学也这样 他曾经没有 将来也会没有 我们内心深处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 复旦培养了我 我在复旦成长 获得了做学问的机会 然后复旦让我留校 然后我在做教师的过程当中又在成长 我多么热爱复旦 我内心深处富汗 佛旦万岁 但他万岁不了 那这话说了很难过的 但是社交魔女的一开宗名义 要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 就是这四个字 缘起信空 但是不要因为信空就折空了 折作于空你错了 世界作为射体 它是不存在的 要把它空掉的 但世界作为缘起 你要承认的 对吧 缘起是真实的 不因为信空 而否定了缘起的真实性 于是第三句话要来 是吧 第二句话否定它作为射体 既非世界 第三句话 世民世界 这世界就是一系列缘起 缘起本身要 要确认为真实 这一个基本道理 我希望年轻的 也在早早的领会它 为什么重要 我这几年经常有机会 参加我的研究生的婚礼 他们80后的 也开始结婚了 是吧 在这之前70后的 也结婚了 那么我呢 作为他们的导师 研究生导师 被邀请参加婚礼 那么经常叫我做的一件事情 各位知道了 证婚词 叫证婚人 发表证婚词 我最怕这样的场合 我上课还能讲话 到叫我发表证婚词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这是一整套 有规定的话 我天生说不来 比方说 恭喜你们今天喜结良缘 祝你们白首到老 我想这话有什么意思呢 但你不说这话呢 过不去 所以我最害怕 每一次叫我做征婚词之前 我要打福稿 打很长久的 我又不好意思 拿着纸念是吧 这不像教授了 我都是要准备好一对话 这对话呢 既要符合这个喜庆的场面 又要有一点深刻性 是吧 有意思我是很高兴的 因为我被邀请了 但是没通知我要做证婚人 我想今天我的这个 参加这个婚宴是很自在的 我到了那里 就找到了我的座位 我坐下去 很自在很得意 看着这个金木主持人 就婚姓公司的 主持人正在发表 他滔滔的这个演说 我想没我的事 没想到他突然提起来 各位嘉宾 今天在座的 有位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特殊的 最受我们尊重的嘉宾 他来了 他就是我们新郎的导师 王德峰 现在请他 上来发表证婚词 好了 完了 此刻我肚子里空空 各位 但是我必须上台 是吧 我走上台来之后 我还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情节之中突然想起了三句 于是我开始发表了 我这样的证婚词 第一句话说 如来说 你们是夫妻 全场掌声雷动 这个档次比较高 如来说的 掌声落定之后 我第二句话来了 几非夫妻 全场一下子沉默 人们戴着疑惑的眼睛 看着我 我相信他们其中有些人 在揣度这个教授 今天脑子进水了 在大家的惊恶之中 我终于说出了第三句话 所以是夫妻 大家还是安静得很 为什么 没懂 这算什么话 突然有一个朋友 站起来说话了 王老师说得好 你送了一部金刚经给他们 我来为你做出解 他直播奉用的 上来 他是读过金刚经的 他上来第一句话 他说 王老师怎么作合你们的 第一句话说 你们今天结婚了 如来也承认的 第二句话 你们马上要开始 婚后的生活 婚姻的第一阶段 一定是磨合期 你们也许会发现 你们心目中 那个理想的丈夫 或理想的妻子 不符合你们的理想 这时候第二句话 恐怕就来了 这非夫妻 千万被停留在第二句话里 他跟他们讲 不能停留在第二句话里 你们马上要第三句话来 所以是夫妻 那叫缘分 全长生雷动 我非常感激 这位朋友 他及时地帮我解了围 否则我要在上面上课了 我们来想一想 这三句话的意思 当我们在恋爱的时候 我们心目当中 正在寻找一个理想的丈夫 或理想的妻子 没错 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这个愿望 就是我们在心中 自己构成了一种 如波拉图所说的理念 理念是波拉图讲的射体 我带着 关于怎样的气质 才是理想的气质的想法 追求了那个女性 那个女性 我也许带着 怎样的丈夫 是理想的丈夫的愿望 来追求了一个男性 然后他们终于结合了 每个人带着一个射体 做标准 来衡量对方 这个错误错在哪里 射体本不存在 谁一个女性 谁就是天生的妻子 或者谁是男性 谁是天生的丈夫 没有的 丈夫是谁做出来的 妻子做出来的 妻子是丈夫 把她做出来的 丈夫与妻子 叫交互性关系 去了一方 没另一方 这种关系叫缘 我就是一个最标准的丈夫 向你走来 没做什么事情的 我等待你把我做成丈夫 你也不是作为一个 标准的妻子向我走来 你等待我把你做成妻子 是不是 当我儿子诞生的那一天 我知道 他把我也生出来了 他把我作为父亲生出来了 别以为我们只是在生一个儿子 是吧 儿子把我们作为父亲 或者母亲也生出来了 哪有一个男性 是天生的父亲的 天生的丈夫的 哪一个女性是天生的母亲 天生的妻子都不存在 所以鲁信先生说得好 女人没有妻性 妻子 妻性不是天性 他说母性和女儿性 是我们的天性 当然要有体现的机会 体现的机会 你把儿子生出来 儿子把你作为母亲也生出来 那鲁信先生讲妻性是什么呢 妻性就是母性加女儿性 结果我发现还是圆 总而言之是圆 所以懂得这三句 是非常重要的 就破除实体制观念 中国思想 儒家 道家 和佛家 三家 当然这个佛家 是中国化了的佛学 中国化了的佛学 跟儒家和道家结合 那是在宋明的时候 叫儒道福三家 三者和流 共同形成中国文化之精神 这三家 没有一家有实体观念 没有一家有实体观念 西方文化呢 当然要从它的源头说起 那么源头在有哲学之前就有宗教 叫原始宗教 希腊的神话很发展 希腊还发展出神谱学来 这哲学的前身 那么希腊的这个原始宗教 希腊的神话 它已经构造出一个什么 超现实的世界 这个世界在奥林匹亚山上 是吧 最高的神叫宙斯 还有诸神 诸神之间的关系 有它的道德法则 道德持续 那么希腊能用这样一种 原始的宗教和神话 构造出一个人和人间 人世间不一样的世界 神的世界 那么构造这个神的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为了 让人间的次序有神圣的保证 有神圣性 为什么需要这一点呢 为什么不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建立的社会次序 是以血缘做基础的 一开始就是清除制度 是吧 然后上升为政治上的关系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差别 所以说它的根源 首先是地理环境 中国是广大的内陆国家 很快的转 从油墨生活转落了农耕文明 在土地上 建立起自然的承诺 长久的定居的生活 所以一个自然承诺里面 人与人的关系 都有血缘关系可以追溯的 随时是我的伯伯 随时我的叔叔 是吧 在远亲的都可以追溯得很清楚 这个定居的自然承诺的生产方式 和社会生活关系 就可以用清除关系做基础 来奠定社会持续 但是古希腊的文明是爱琴海文明 多岛屿的地理区域 不断发生什么 一个部落 为了寻找到更好的自然环境 就到责民到另外一个岛屿上去 海上责民的运动 频繁的发生 于是不同的部落 会在同一个岛屿上相遇 那么他们如何和平共处呢 他们无法像中国人那样 按照血缘关系 清除制度 来建构社会持续 他们只有一个办法 叫契约 如果三个部落共居一个岛屿 这三个部落不在 之间的关系 不可能用血缘做基础 是吧 因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只能建立契约 但契约是能定的 也可以被破坏 所以一定要让契约神圣 其方法是什么 构造一个神的世界 用神与神之间的次序 道德来规定 人间的次序 让人间的次序 有了它的神圣性 这就是西方哲学 之前的宗教的基本任务 宗教的本意是什么 恢复人与神之间 所定立的契约 所谓religion 这个词的本意是 人与神之间定立的契约 要恢复它 因为人类社会的罪恶 都来自于能破坏了 人与神与之间所定的契约 于是能受到了惩罚 重建这个契约叫宗教 重建人与神之间的契约 就叫宗教的活动 那么这一点告诉我们 在西方哲学起步之前的 西方的宗教思想 已经区分出两个世界了 一个是现实世界 一个是神的世界 一个此岸 一个彼岸 它是来自 当时的地理环境的特征 然后哲学起步 哲学起步后不久 遇到了这样的人物 苏格拉底 后来又有他的学生柏拉图 那么柏拉图建立起 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这柏拉图的哲学 概括的说叫理念论 它不再用宗教的语言说话 不再用原始宗教的语言说话 它代之于理性的语言 那么理性的语言 也要构造出一个 彼岸的世界来 这个世界叫理念世界 这个理念论呢 我不在这里展开 要费很多的时间 有一个简单的道理 来说明理念论的成立 我们现在懂柏拉图 比方说 什么叫一把锤子 我们说看到 这把锤子的特殊的形态 如是这样一个锤子的柄 和上面的锤子的这个头 那我说这是把锤子 不锤子不在于 它的这样外部特征 我们认识到这是把锤子 因为我们心中 本有了锤子的理念 那么这就是 每一把具体的 感性的锤子 其实是对锤子理念的 风有 模仿 那么大家听到 柏拉图这种理念 觉得很奇怪 每一个感性的事物 都是对理念的 不完善的模仿 比如说这匹白马 那匹黑马 都是对马这个理念的模仿 当然模仿出来一定不完善 有缺陷 那么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很简单 假如我现在要完成一件任务 假如这是个木头做的桌子 我要把一个图钉 敲到这个桌子上去 通常我使用的 那把锤子不在场 但是我还要做成这件事情 我就完全可能 举起我这块手表 把这个图钉 敲到桌子上去了 这时候它是手表吗 它是锤子 锤子就是这样 对人而存在的 就是理念 所以锤子之为锤子 不在于它具体的形象 它一点不像锤子 是吧 但我就把它做锤子用了 因为我心中有锤子的理念 有一点懂了 什么叫不拉筑的理念论 于是它产生一个重要的结论 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 因为现实世界 都是由感性事物构成的 而这些感性事物 都是对理念的不完善的模仿 天下没有一把具体的锤子 可以宣称为锤子之理想 假如一个丹麦人举起来 他们所造的锤子 向全世界各民族宣布 这是唯一真正的锤子 这话很荒唐对吧 所以感性事物 都是对理念的模仿 而且不完善 于是一个重要的结论来了 现实世界的缺陷 都来自什么 它跟理念之间的差距 所以世界应当被改造 我们中国人 没想到过改造世界 各位 西方人 自从不拉出思想 成为传统以后 不拉成为西方的思想传统之后呢 就改造世界的要求 不断的要求提出来 为什么 第一 现实世界被发现有缺陷 怎么会发现的 因为 心中有理念嘛 拿理念来对比现实 不现实就有缺陷了嘛 有的缺陷怎么办 改造它 让它更接近于理念 这叫进步 于是它完全可以说明垂直的历史 我们今天的垂直工发 跟原始的垂直 形态差别很大 是吧 我们有了水压机 叫现在的垂直 形态上跟最初的垂直 差别很大 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 现代的蒸汽垂也罢 水压机也罢 代表着从原始的垂直 到今天垂直的进步是吧 这个进步谁带来的 我们心中的理念 比照出现实的缺陷 然后纠正这个缺陷 克服这个缺陷带来的 所以西方一定提出历史进步了 几个重要的结果 第一 世界应当被改造 因为它是不完善的模仿理念 要求克服它的缺陷 每一次克服就带来一次进步 理念能让西方文明 跟中华文明 有根本的差异了 我们中国人 可曾想过要改造世界 今天想了 是因为受西方影响 以前只想到天人合一 这个天人合一的事情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有了 哲学系经常有 海外的哲学同行 来做visiting score 访问学者是吧 那么特别是欧洲来的 那么我们要请他们吃饭 进地主制宜 除了安排访学活动 有一次我 我跟一个美国的教授 一起吃饭 我们一起吃饭 那么你到中国来吃饭 我们就不请你吃西餐了 是吧 那么路相随索 我们请你吃中国的菜 只有筷子的 没有倒叉的 那么端上来一碰菜 叫鹌醇蛋 我们中国的同事们 都很流利的 举起这双筷子 成功地把这个鹌醇蛋 加起来放到这里 那么我就看着 这个美国教授 他加了六次 没成过 的确是加起来了 结果掉到地上去了 他叹了口气 他说你们中国人 真聪明 我说这跟聪明没关系 这是哲学问题 他问我 难道这里边 有哲学问题吗 我说当然 你们欧洲人 怎么吃饭呢 我知道 有一个盘子叫plate 上面放着food 叫舌务 然后举起了 手中的刀和叉 你是主体面对课题 先解剖它 分析它 解剖分析完备吃下去 叫主体消灭课题 那叫technology 技术 对吧 技术的原则 我们中国人 这双筷子 可不叫technology 叫art 艺术 我们吃饭的时候 也没有说主体消灭课题 没这感觉的 不是主体面对课题 面对这个对象 我不接剖它 然后我处理它 没有处理 不要处理 我们用这双筷子的 全部艺术的活动 完成了一次 天人和印 虽然是一时的戏言 但哲学上讲 还是对的 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思想中 中国文化精神当中 永远发展不出 西方的技术来 我们改变 自然物的方法 不是处理它 不是改造它 而是更好的 实现天人和印 所以它的原则是艺术 手工业劳动者的技艺 对吧 可不是技术 这是两种不同的 关于自然的态度 由于西方 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 愿意发展出资本的要求 愿意发展出技术的 改造自然的要求 于是 波拉图的理念论 在近日制 在近代以来的 西方文明当中 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什么体现呢 它可以创造出 自然界本来没有的东西 比方说泡泡汤 自然界中本无吃东西 所以你在吃泡泡汤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的 你咀嚼完了 它的滋味之后 不能咽下去的 因为它咽下去 无法在 你的身体内部 完成一种代谢 它不可代谢 你必须把它吐出来 你最说愿远 要最说到理念论 因为它构造出 自然界中本来没有的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 一旦造出来 它无法进入 自然界中的循环中 今天叫白色污染 对吧 白色污染 这可能产生于西方文明 怎么可能在中国产生的 这是不可能 因为它对世界的理解不一样 由于有了理念论 与这种理念论 在当代自然科学上的运用 一定会产生 如泡泡糖和氢化植物油 这样的东西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之前是世界经济危机 美国人也陷入经济危机 你们都知道 美国人没有一天离得开奶油的 他们的饮食习惯要求的是吧 没有奶油吃 这还叫什么生活对吧 但这时候的自然的奶油 越来越价格昂贵了 于是洛干跟美国的科学家 在实验室里边 研制出一种什么 冷灶奶油 我们今天就知道 叫氢化植物油 你吃进去以后 无法进行代谢的 各位 然后他们专门有几个 后来就解决这个世纪的事情 有两个医生 和一个实验的科学家 就做实验 就以生释法 我连续一个月 只吃氢化植物油 会产生什么效果 据说后来严重的很 干功能严重受损 于是丹麦通过了一条法律 在整个丹麦的境内 不允许任何氢化植物油 我现在每天也喝 因为我喜欢雀草咖啡 它方便 后来我就研究了 它是三合一老 一发现 用氢化植物油的 我有点慌 但是想想量不大 我们几乎已经 中国的饮食 只要涉及到奶油之旅 很容易碰到氢化植物油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法律 这都是什么 自然界中本无的 本没有的东西 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爱因斯坦发现了 一等于mc平方 他在理论上宣布了原子弹 对吧 那么一点点微小的物质里边 按照这个公式 运藏着巨大的能量 这一点点质量叫m 要乘上什么 光速的平方 它意味着多大的能量 于是人类 在波拉图主义的 精神的指引下 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何能的利用 不能利用何呢 我们只能利用太阳 赐给我们的能量 为什么 有一个前提 核能的利用 要有一个前提 它绝对安全的被利用 是吧 我们且不管那个核武器的事情 假定核武器都销毁了 全体人类做出了 共同决定 销毁一起核武器 但是我们和平的利用 核能 比如说核电站 它同样包含巨大的危险 各位 因为它的前提是什么 你绝对安全使用何能 那么它又有一个前提 人不会犯错误 但人是会犯错误的动物 这是个哲学的命题 和宗教的命题 人不能以为 自己在理性的武装之下 就可以得到 不犯任何错误 达到完美和无限 就不可能 人在归根到底是有限的 他被虚无包围着 从这样来看 一个哲学的命题和宗教命 在这一点上一致的 共同承认 人是会犯错误的 而且一旦犯了错误 在核能的运用上 一旦犯了错误 其后果是 无法收拾的 日本这个福岛核危机是吧 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各位 据说有一些核扩散的物质 已经扔到大海里去了 以后会产生什么 结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这些事情表明了 不拉图主义 有重大的成果 这些成果当中 包含了重大的威胁 另外还有一个成果 就是以理念论的原则 来建构社会持续 我们现在就欣赏 西方的社会持续了 理性的 现在的社会持续 不再按照宗教的法则来建立 这个社会生活 不再有微灵灵的光环 没有神圣的光环 一切的社会主义 不是暗示着 我们每一个个人 向上攀登的道路 而是什么 一个平面化的 每一个社会持续 每一个社会主义 每一个单位 它的持续的组 按照理性来组织 那么为什么按照理性组织 并且大家都接受了这一点呢 是因为它带来的 它没有一个理由 效率 这样的社会持续 这样的组织内部的 持续和制度 我们接受它的原因 就是理性给我们 理性的安排 给我们带来了效率 那么就说 社会世界的非灵化也完成了 柏拉族主义有双重的结果 一个结果就是对自然界的态度 关系 还有一个结果是人与人的关系 那么我们不能因此就说 西方文明 压根儿就是一个很不好的 充满了毛病的文明 我们必须承认它带来的成果 比方说 我们可以在技术的运用下 实现了什么 不靠天吃饭 这样一件事情 农业文明发展的最灿烂的 是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 最高发展程度的一个民族 但他仍然始终面对着什么 靠天吃饭这件事 所以皇帝每年要祭天 带着重城门 是吧 北京有天坛 祭天的时候就祈祷 今年 这一年风调雨顺 受制于自然界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西方文明 他的这个根源 往前追溯地理环境 然后带来的这个西方的 古希腊的宗教神话 然后又引发出西方哲学的特征 继续保持两个世界的区分 那么一个真理在一个 或者天国里边 那叫宗教的一个世界 彼岸 彼岸的世界天国 或者哲学上所说的理念世界 真理都在那里 在彼岸 以彼岸的原则来改造此案 这就是西方文明的 基本的态度 基本的这样形成起来的 世界理解的基本框架 那么我们现在来 回过来看看 我们已经知道 西方文化的特征 我们简单地说 叫柏拉图主义 我们知道 它有重大的世界历史义 它已经影响到了 非欧洲民族 而且广泛深入的影响 那么我们回过来看 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中国的哲学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比方说我们有佛教是吧 佛学还中国话 其实佛教严格意义上不是宗教 为什么 它是无神论的 佛教是没有神的 它在民间的信仰方式当中 才取得了神的形象 神的地位 比方说我们拜一个菩萨 拜一个佛像 是吧 我们仿佛在拜神 并且请他帮助我们 是吧 然后我们要去 去烧香 许愿 是吧 然后再还愿 特别是高考之前 对吧 到普测山去一下 今年高考是否能胜利 如果胜利了 一定要别忘了 要去还愿的 我发现这种行为 一律的叫行贿 对吧 这是佛教在民间信仰当中 产生的一种形式 就是想仿佛 是一个神的世界 佛菩萨 罗汉 是个神的世界 其实他们不是神 都是普通的人 普通的人修佛 修到一定的境界 第一境界叫 俄罗汉 第二境界 菩萨 再往上走 佛 他不是神 释迦牟尼是普通的人 不达这个繁文的单词 我们翻译成佛了 是吧 不达 他的本意就是觉悟者 所以佛就是觉悟者 我们现在都还不是佛 是因为我们赏味觉悟 但是我们佛性都有的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所以它是无声论的 所以有一个禅宗的公案 是这么说的 一个弟子 有一天终于冷不住 问他的师父 这个师父已经是禅宗主持 他是悟了的 他说师父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佛究竟在哪里 这个师父跟他这么说 在你面前 听你说佛法的就是佛 这句话一说出来 那个弟子悟了 就一句话 然后他突然就悟了 佛性不是神性 每个人都具备 众生是佛 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 佛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 严格来说 我们每年年初也要拜佛 是吧 本应该不到寺庙里 应该怎么样 彼此复拜 我在拜你 你也在拜我 就佛与佛之间在拜呢 本应当如此的 人皆有佛性 慧能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我们知道禅宗第六处慧能 他完成了 真正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 最高成果禅宗 他是禅宗真正的典籍人 那么慧能的重大的贡献在哪里 就是把佛学的修养 从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 解放出来 让他深入人民群众的内心 这叫这一场佛学革命 慧能说下下能有上上志 上上能有默意志 不是我能度你 你自度 都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又想起了先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所赞许过的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物 并不多的 不如他发言的多了 是吧 而维多慧能 是毛泽东主席曾经多次赞扬过的一个人物 我背诵他一段语络 唐代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文心主义哲学家 慧能 他是文盲 但他的思想非常深刻 他的谈经是一部人民群众的佛经 我一看到这样的话 我就知道 我们的主席啊 看的是非常深刻 评价的很到位 他等于说了 说出了什么 慧能完成了佛学革命 如果佛学始终是在中国斯大夫的文能的小圈子里边活动 他不可能中国化的 对吧 中国化就是让他深入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内心 这个道路是谁开创的 慧能啊 所以叫佛学革命 所以从了慧能之后 中国思想你不讲佛教的一面 你就不完整了 卢道佛三家 没有一家可以少 而且大量的这个佛家的语言成了我们日常的词语 觉悟就是一个 因果是吧 业力 意识 真理 境界 心心相应 等等 这些词语都是因为佛学中国化才进入了汉语了 我们终于做到了 基本上做到了 让佛经说汉语 于是中国汉语的词语当中多了一大堆词 这些词经常挂在我们的口边 成了我们表达生命情感 表达人与人的关系 表达某种价值的标准的基本词汇 比方说 你要相信任何一个人 哪怕他犯下很大的罪过 不仅道德上不能接受到 法律上也要惩罚他 但你仍不可轻视他 为什么 因为佛性还在 他的佛性还在 只是他现在迷了 没见到自己朋友的佛性 那叫前念迷是凡夫 后念悟是佛 而且这个悟呢 按照慧能说法是顿悟 叫一下子悟了 不是慢慢的悟 你要么没悟 要么或者悟了 什么慢慢的悟起来 这又不叫增加知识 悟和知识 论知活动不一样 论知要接累的 悟是你要么没悟 要么悟了 所以叫顿悟 于是 一句成语就来了 放下徒刀 立地成功 第一 这个人杀过人 犯过罪过 但佛性还在 第二顿悟 叫立地成功 一放下来就成功 叫顿悟 你看进入了 普通的日常的语言 我们中国人 现在都在佛学思想里 这不过你不自觉 如果你没去读过佛经 但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已经在佛学思想里了 你说另外一些话 在道家思想里 你又说那些话呢 在无家思想里 那么中国思想 跟西方思想 做一个对比 那么根本差别在哪里 简单一句话 中国人论道 如道佛都论道 没论出两个世界 还只有一个世界 天道在哪里 天道在人民生活中 他不脱离人民生活 所以孔子最早说到这样一句话 道不远人 天道不在彼岸世界里 天道就在人民生活中 我们大概多少还知道 大学中庸 这两篇重要的儒家文献 因为二成 成一成好 两兄弟 把这个大学和中庸 专门从礼记里面抽出来 让他们独立成为单篇 跟孟子和仁宇并列在一起 叫四叔 是吧 然后后来来那个朱熙 对四叔做了全面的注释 讲解 那么四叔 我们一般的次序 就是先大学 后中庸 后仁宇 后孟子 那么大学为什么放在第一篇呢 叫初学路德之门 第一句话 我们都背得出来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与至善 叫三纲领事吧 我们先把这三纲领理解了 短短这一句话 非常能够表现中国文化竞争 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 首先第一句话 明明德 什么叫明明德 第一个名字是做动识用的 第二个名跟一个德连在一起 叫明德 还要对这个明德来一个名 叫明明德 为什么 明德是指什么 我们本有的人性 他我们每个人都有 比如说彻子之心 一定是明德 所以君子不赦彻子之心 我们本 他是虚媚不灵 虚灵不媚 他虚灵不媚 我们人人都有 后来佛家禅宗就讲 人皆有佛性 这个卢家讲的明德 相当于禅宗讲的佛性 每个人本都具备 最早把这件事情想出来的 讲出来的是孟子 人心有四个善端 彻影 羞恶 辞浪 是非 本性具备的 这叫明德 那么我们把它跟西方哲学比较一下 特别是跟西方基督教比较一下 按照西方基督教的观念 人本有的是什么 罪 那叫原罪 不叫明德 所以人的希望在哪里呢 信仰上帝 敬 侍奉上帝 敬重上帝 敬畏上帝 等待上帝 对我们这个有罪的灵魂的拯救 我们自己的灵魂 对于我们自己的罪孽 是无能为力的 但中国思想一开始就讲了明德 但是我们会遮蔽掉 由于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 我们人还有弃这一面 就露体的一面 对吧 明德是天地之性 我们肉体给我们弃这之性 实色 信也 我们要隐受 我们要难你 我们有各种的利害 得失的 虚利避害的要求 等等 这一切都会让我们的明德 被遮蔽掉 于是有一个功夫一定要做 叫明 明 德 但是前提是有东西好明 是吧 我们都有 叫明德 然后再度让它呈现出来 叫明明德 这叫复兴之功夫 卢家讲的修养就是复兴 恢复我们本有的明德 让它呈现 真理不要到外面去求 万物皆备于我 反身而成 乐莫大爷 孟之讲 三字经第一句话 人之初 性本善 就是有明德的 性相近 习相远 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 后天生活的 习惯方式环境 让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差异 于是那个 本有的明德呢 被遮蔽了 于是三字经后面就说 我们怎么恢复它 是吧 做了一大堆话 都给孩子听的 通俗的很 意思是 到位 就是从卢家思想里 说出来 那么明明德 怎么明 各位 我们这个明德 肯定是什么 跟天道统一的 否则不能叫明德 德者得也 丰有了天道 跟天道 一直从天道那里 获得了我们的德性 是吧 这个中庸第一句话 天命 只为信 率性 只为道 修道 只为教 我们的明德 跟天道贯通的 那么天道在哪里 高高在上吗 你如何明明德呢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一个人苦思冥想的 就能够把那个明德 明出来吗 不是的 第二句话来了 再清明 清明是明明德的 途径 体察 静落和体察 人民生活 那叫清明 后来 朱熹把清明改成新明 错了 改成一个新旧的新啊 错了 为什么 那叫改造 改造百姓了 不 清明 好 我们明明德的 途径知道了 是什么 清明 不是说 你做了君王要清明 做了官员要清明 我们每一个 普通的人都清明 我们都在 体察人民生活 我们也在其中 我们去真切的 体察人民生活 是我们明明德的 唯一途径 大学是大人之学 就是不做小人 叫君子 做君子 一定要天下关怀 什么叫天下关怀 体察人民生活 这就叫清明 然后第三句叫什么 在子与至善 就叫人生的最高目标 达到最高的完善 就能做人要有目标 第一个讲明明的是 复兴之功夫 第二 这功夫哪里去做 体察人民生活 正确的领会 在人民生活中 体现的天道 然后呢 身体力行 达到个人的 这个人生价值的完美 叫在之与至善 这叫三纲领 我们把这三纲领 跟西方哲学比较一下 跟波拉图比较一下 波拉图 那么差别很清楚了 真理不在 不悬在现实人世之外 而就在人世之中 同样的我们把佛学 中国化的慧能 讲了那样一句话 佛法在世间 佛法在人世间的 不离世间觉 不能离开世间而去觉悟 离世密菩提 离开这个人世间 去寻找那最高的智慧 叫菩提 恰如求兔角 就好像你要在兔子身上 找到头上两个角来 兔子只能长两个耳朵 没两个角 慧能说的很通俗吧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恰如求兔角 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做了底子 中国人才可能成功地 完成佛学的中国化 在禅宗的思想里边 处处会读到 儒家的思想和道家的思想 当然他以佛家的语言来说 我们将来能不能用 儒家的语言 道家的语言 佛家的语言 来说马克思学说呢 如果说成功了 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事情就是这样的 各位 我们不能办了一大堆 洋教条来改造中国 不论你是办马克思主义 还是什么主义 那都叫洋教条 我们都还记得 六祖谈经里边讲的 神秀和慧能的 各自所做的祭句 这两个祭句 我们都背得出来 背得出来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为什么慧能的祭句 要比神秀的祭句 境界高呢 为什么 我们先背诵一下 神秀的好吧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妇事 勿时漏尘埃 洋人法师看到了 这个祭句了 众弟子都在边上 洋人法师心里立刻明白 这个祭句谁做的 神秀做的 师父对自己的弟子 所达到的境界 了然以凶 因为神秀当时 想出了一个妙计 是吧 祭句是一定要做的 但不要数明 因为如果数了明以后呢 那么师父说 做的不好 我得不到一波 还在中祭职面前 设去了威望 但是不做祭句的话呢 一波肯定得不到 究竟做还是不做呢 他左右的围难 睡在床上 转转反侧 不能入眠 终于想出一个妙计 做是一定要做 但不要数明 如果说 师父说做的好 就承认自己做的 如果说做的不好 就彼此生 妙计 后来他一做 写在墙上 洋人法师就说了 跟弟子们讲 你们每天都要背诵的 背诵这个祭句 有大利益 私下里就把神秀 找到方丈社 问他这个祭句 是不是你做 因为神秀 已经听到他的表扬了 说是我做的 卢做此剂 未见奔心 只在门外 未落门内 批评了 卢再去做一剂 给我看看 随后的几天里边 这个神秀 神诗恍惚 再也做不出第二首了 那么聪明法律 劳动者的 会能听见的几句了 然后他说 我也做一首 便上友人就说了 你这个阁寥 阁寥嘛 是中原一带汉人 瞧不起南方人 是吧 把他们看成是南蛮子 给他们一个贬低的村户 叫阁寥 你这阁寥还做什么技句 你这聪明方 你聪明去吧 瞧不起他 会能马上就说了 切不可轻视出学者 轻视他能有无边无量的罪 上纲上线了 那个人有点慌 后来继续说 下下能有上上纸 上上能有默一纸 那个人更慌 然后会能就跟他说 我不会写字啊 我做一出来 我念一出来 请你帮我写在墙上 那个人说你先念吧 好 会能的几句 我们都背得出来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露尘埃 那个人一听 境界果然高了 但是还不愿意帮他写 他跟会能说 你要我帮你 把他写在墙上 要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到时候你得了一波 必须先来读我 会能说这没问题 对吧 会能的几句终于被写在了墙上 红能法师见到了后来 中帝子也在边上 红能法师脱下自己一次鞋子 把会能的几句擦掉了 说了一句话 意味见本性 那么这句话当然 也是对会能的继续的保护 是吧 中帝子一看 我们的师父 不怎么欣赏会能的几句 所以会能还是继续是安全的 是吧 但是 红能法师虽然为了保护会能 说了这句话 这句话本身仍然是真实的话 就红能法师知道会能 现在还没有一件本性 但是要比神秀的境界高 他已经在门槛上了 所以第二天傍晚才去 冲米房去了 红能法师 知道已经到了关键时候了 我再跟他讲开悟 开示的话 他一定会悟了 神秀还离开这个门槛比较远 好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 神秀的继续跟会能继续 境界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神秀用他的继续来表达 他对佛家修行的理解 什么叫修行 第一 我们本有明亮明镜般的心 他很干净 现在出了问题叫烦恼 是吧 那么烦恼哪里来呢 因为我们来到这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是灰尘组成的世界 叫城市是吧 所以修行呢 就是不断地把我们的心 本来明镜般的心 跟现实的城市之间 各离开了 差就是各离啊 物死漏尘埃 这叫修行 各位想一下 这个继续的境界问题出在哪里 原来按照神秀的说法的话 我们修行就是什么 远离着现实人生 远离着人民生活 远离着众生之烦恼 我们别受他的影响 我们做治疗汉 那叫小城佛教的境界 治疗汉 你要领会佛法 领会 你要见佛性 你要进入菩提之智慧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要看到 人世间的烦恼跟智慧 来自同一个根源 我们的本心 我们的本心一起念 本心要起念的 本心不起念 它就不是心了 但是如果它起的妄念 那叫烦恼 假如它不是起的妄念 它叫智慧 差别在这里 所以烦恼 或者说灰尘来自本心 智慧也来自本心 它不是两个 可以对立起来的东西 而神秀的基础 把这两者对立起来 因为要求各开 各开就是对立 众生之烦恼 正是智慧产生的地方 我们要修行 应当是什么 把众生的烦恼 也看成是我们自己的烦恼 众生的罪过 也是我们自己的罪过 这叫大悲鸣 你如果没有大悲鸣 谈什么误了佛法呢 谈什么见了佛性呢 这个原则区别在这里 那么慧能比要 比神秀高明了 是吧 他先把什么 这两者的对立 给他无调了 明镜一飞台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异物 何处露成了 无调 外部世界的 所谓跟我们的心 对立的烦恼 也要无调 这个心本身如此的明镜 明镜般的干净 也要无调 本来无异物 这是两者的对立 被他消解掉了 消解掉了之后 什么东西都没了吗 还有东西的 这时候什么东西来了 他不知道 但他能够把它无调 很重要的 把两者的对立 给他无调 这一步是什么 要比神秀高明了 那么这个忌剧 慧能的忌剧 就是讲无 讲一个无字 停留在无里边 对不对呢 不对 所以 这个红能法师 用一次鞋子 把慧能的忌剧 插掉 这个动作 包含什么 禅意 他也是一种禅语 就把这个 说无的忌剧 也给他无调 你说空 我把你也空掉 叫空空 你把我们的心 跟外部世界的对立 给他无调了 是吧 无调了不等于 什么都没了 所以要把这 无再无一次 那就插掉 他的意思了 然后第二天傍晚 才跟他讲 讲解金刚经了 终于给 慧能讲金刚经 无主 红能法师 讲金刚经 讲到金刚经 那样八个字的时候 会能终于误了 哪八个字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一 Reece 我 把这 都没 过去 做 对 对 一个 就是 我 帮助 是 这 都没 其实会能的进去 达到的这八个字的前四个字 住就是停留执着 住就是住相 相是什么 相就是我们把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和所有的人 都区分成一个高低贵贱 这叫相 还停留在这种区分里叫住相 比方说你背着个LV包向我走来 我一眼看过世界顶级的品牌包 然后我再看我的包 它简直不是包 其实它还是包 相是存在的 LV包肯定比我这个包贵多了 这量也高多了 但它不妨碍我这个包还是包 你要想到这一点你就不住相了 相是存在的 你能说我跟写总书记是一样的吗 他是国家之领袖 我是一介之不一 这个相肯定存在的 但是我们两个人完全可以相谈圣欢 就不住相了吧 世界上的道理都这样的 那么现在的神秀的积聚是什么呢 错在哪里呢 他住了什么东西啊 住了我们干净的心 又住了外部世界的尘埃 这叫住了 这也要把它什么 去掉 无所住 我们也会住善相的 各位 住静相 叫干净的静 这也是个毛病 一个人要干净是蛮好的 什么同流合物的事情我不做的 这干净啊 你责责于干净 错了 你容不得别人做错事情 或者做不好的事情 容不得别人有过错 你叫眼睛里不能揉一点沙子 是吧 这叫着了或者住了 静相 善相也不可住 静相不可住 那么神秀是住了 慧能的进去是把这个住 给他无教了 但是无教了不等于什么都没有了 后面是个字 来了 叫儿生其心 这个心叫我们的智本心 其实也就是佛心 又叫资本心 其实就是佛心 慧能当初不知道 红能法师跟他讲了 他知道了 然后非常感慨的 说了五个和气 就是没想到 和气自信 就自本性 和气自信本自清净 和气自信本无生灭 和气自信本自具足 就万事万事的真理 他都具备 何其自信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法就是事物 万法就是万事万物 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举这个例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举这个例子 来说明一件什么事情 中国的佛家的思想 禅宗的思想 跟儒家的思想 在这点上是完全统一的 就不把真理 比方说佛教的真理 佛法的真理 推到这个现实世界之外去 他就在现实世界中 也就是孔子将道不原人 这个本性啊 喜念 起了妄念出问题 然后烦恼人 起了正念 那就是佛性的体现 安此做事 为人 那叫智慧 你不是心没了啊 心没了坑坑吧 比如说坐禅吧 坐禅什么意思 叫陆定 陆定什么意思 你把它理解为 心中什么念头都没有 心一点不动 好 一个美女在你面前走过 假如你是男子啊 如此美貌的女子 从你面前走过 你一看心一点不动 这还了得 假如这就是坐禅的话 那么舌头肯定比你坐得好 舌头肯定不动 因为它本无心嘛 那叫空心静坐 坐山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本无烦恼要智慧干嘛 各位这点可以同意吧 这世界本无烦恼 还谈什么智慧呢 所以 佛法在世间 天道在人民生活中 众生的烦恼 以及克服烦恼的努力 就是天道之体现 那么用禅宗的话 用慧能的话呢 烦恼去普及 烦恼去普及 不要害怕烦恼 烦恼倒是用来修行的 修行之之具 我讲这些 都是为了比较 西方思想 拿中国思想来 跟西方思想做比较 比较出来的一个 最基本的认识是什么 两条 第一条 我们不承认一个 彼岸的世界 所真理在这个 彼岸世界里边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我们中国人 所能接受的真理 并不是逻辑的真理 不是理性逻辑的真理 是生命情感的境界 这一条我现在要 专门的说一说 我们如果还记得 中庸或者各位有同学 读过中庸的 中庸的第一段 我在这里念一下 天命之为信 我们人的天性的信 是从天命下观而来 天命之为信 率性 之为道 天道的道 修道之为教 我们并不是少数那种圣人 他不需要教化 大多数人都需要教化 所以要修道 再三句话 然后底下说 道也者不可须离 离也 片刻都不能脱离的 可离非道也 天道渗透在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方面 每一个细节当中 都有天道在其中的 你不能说生活归生活 或者有细节的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干 不可以的 天道也在这里边要体现的 所以不可虚于理智 所以君子圣读 你不欺于暗色 你一个人在房间里边 做什么事情 都没人看见 你可以事意妄为吗 也不可 因为你过的是人生 人生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方面 都是天道在其中的 所以他说 是故君子 借圣父 其所不独 借就是提醒 警告 圣众 借圣父 其所不独 我说什么事情 人家看不到 你也要圣众 恐惧父 其所不闻 你做的事情 没传出去 你也要恐惧 莫见夫淫 莫贤夫危 故君子圣其独也 好底下 我们来看天道的内容 什么叫中国哲学 要讲的真理 绝不是理念 如柏拉图讲的理念 也不是西方近代哲学 讲的理性的法则 这都不叫真理 真理是什么 底下来了 喜怒哀乐 自未发 未知中 在心里 心里活跃的是什么东西 喜怒哀乐 全部丰富的生命情感 都在内心 叫喜怒哀乐 自未发 未知中 发而戒 重截 你一定要表现出来 但每一次表现 都合乎什么 都恰当 既不过 不过分 叫重截 截拍的截 未知和 这叫和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天下之大本在什么 我们的生命情感 这叫天下之大本 那叫喜怒哀乐 天下之大本可不是理念 世界 也不是现在的科学说 介绍的所谓自然的规律等等 这不叫天下之大本 天下之大本是我们的生命情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就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情感 一定要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 肯定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 喜怒哀乐都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的 所以呢 你如果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 这个生命情感的表现都是重截的 那叫天下之达道 跟天下的生活跟天道一致了 至综合 天地未焉万物欲焉 如果人民生活 至综合达到了综合 那就是什么 天地的关系是正的 万物都有了生机 这就第一段 中庸第一段 我们从这一段里面看到什么 读到什么 就中国的哲学 讨论的真理 绝不是西方理性的逻辑 所讨论的真理 中国的哲学所讨论的 无也不是生命情感 它的规范 以及它的升华 中国无宗教 中国有哲学 而中国的哲学 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哲学 尤其不同于欧洲哲学 为什么 中国的哲学是 升华人生情感的哲学 升华人生情感 这一点很 请大家注意 所以中国哲学 讲到底是人生哲学 而这人生哲学 不是给我们一些 干巴巴的理性规则 而是塑住 我们的生命情感本身 把它真相说出来 然后让我们去体现 我们去发挥 我们的生命情感的时候 都纵结 这就是中国哲学 基本的目标 那么人生哲学 意味着什么 当然离不开宴啊 谢谢 我这个情感之发 有一点不大纵结 不过这个结 是科学时代规定的 那个结 我们知道孔子说 诗百篇 一言以背以之 诗无写 我们知道诗歌 就是诗经 这个诗经里面 全是诗歌 诗歌全是表达 人的生命情感的 都是虚怒哀乐 是吧 然后孔子 赞扬了诗经 说他什么 一言以蔽之 诗无写 无写什么意思 诚 一个诚 诚什么意思 性情自证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站在大地上的 绝不是我们头脑的理性 而是生命情感 西方的哲学 把人类心灵当中的情感 放得很低 叫第三等级 第一等级理性 第二等级意志 第三等级才叫情感 放得太低了 就是他们的 对人生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使诗歌是中心主义 中国哲学恰好是相反的 把生命情感提到 根本的位置上来 我们想一想 这个道理对不对 驱使我们去行动的 并且让我们的行动是和射的 让我们的行动 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带来的不是破坏和灾难 而是带来的是和谐和幸福的话 肯定是我们生命情感的运用 是什么 正的 所以孔子说 一言以蔽之 诗无邪 邪者诚也 诚者性情之正也 这是最根本的修养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可以用冷冰冰的理智思考 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情感之中的 我们不是恰好拥有了一份欢乐 或者拥有了一份悲哀 而是当我欢乐的时候 我就是这份欢乐 当我悲哀的时候 我就是这份悲哀 而不是我有一个冷冰冰的 与情感无关的心灵的射体 此刻恰好处于悲哀的状态 然后我把这状态排除掉 没这种事情的 生命情感是方方圆绵 就构成了我们的心 它就是我们的心 如果它证了 那叫佛家脚本心 所以中国哲学是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用力所在 是我们生命情感的规范和生化 所以我们读国学的朋友同学们 你们去读中国的经典 儒家的野霸 道家的野霸 佛家的野霸 你一定不要读西方科学 或者哲学那样去读 那你要去梳理概念 讨讨讨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包含或者不包含关系 或者逻辑上的推演 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读中国哲学典讨论的做法 你这样就误读了它 有的人这样读一辈子 成为scholar叫学者 中国的人生哲学都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教科书 人生教科书 而不是理论的书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除非你准备到哲学区以后一辈子教中国哲学 你要做死过了 那我没办法 对吧 你要这样这样梳理一下 这些工作也有必要性 是吧 但它和修养没关系 所以什么叫读懂了中国经典 不是佛家的野霸 儒家的野霸 道家的野霸 就是说这一段落 你读的时候心生喜悦 或者流泪 成了 你读了五十遍金康经 没有流过一次泪 心中也没有有过法喜 你肯定没懂各位 那种喜悦在佛家的言说当中叫什么 法喜 法喜充满 你感受过吧 当然要有条件 就是说你读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机关掉 那家里的电话线拔掉 如你要听一首大作品 古典音乐大作品一样的虔诚 然后你读了 读金康你读到这里 读啦 心中喜悦来了 这种喜悦无可名传 你一下子在生活的某一个方面 你看通了 通了 而且这通不是理智上的通 而是生命感受上通了 你一下子把这个小我放掉了 你仿佛融入了宇宙 何等之感受 总而言之 无可名传 说了也白说 那叫如人饮水 冷暖至至 都如家的经典也应当这样 读到家的也应当这样 否则你不能真懂的 读西方哲学可不这样 各位读过黑格逻辑学吧 那是一个一个范畴推演的 每一步的推演都是 在逻辑上是延滅的 无可指责 但是你读者一定要什么 理性的思考 一环一环的跟上去 触不得半点差处 面对着黑格写的逻辑学 它是本有什么作用的书你知道吧 如果你生命别怕 你打开逻辑学吧 很快昏昏越睡 因为你无法在长时间里 保持理性的清晰 你终于昏起来了 昏了吗就睡着了 治疗生命的良方 因为你不可能激动起来 你知道 你就在那里推你 推到后来你受不了了 受不了吗 你不就是眼皮重了吗 睡着了 所以给一个孩子 他睡不着觉 自杀了吧 杀了 小罗姐 你不要跟我闹 翻来翻去 你看看小罗姐就睡着了 这就是西方哲学的著作 锻炼我们的头脑 把我们的理性思考 训练得十分彻底和周面 其效果跟学数学差不多 中国哲学的点解 滋养我们的心灵的 因为它涉及到 我们心灵本身的 种种生命情感 你读得懂这一段 是因为你有过 这一份生命感受 你读不懂那一段 是因为你的人生 还没有这份感受 那么你被指望 现在就懂 你把它背出来就可以了 以后会懂的 怕在你什么都没有 肚子里 这叫童子宫 小和尚念经 有可无心 所以我们中国的 国学的教育传统 就是从小孩抓的 抓的时候不是让他理解 就让他背 我们觉得这个方法太极限 太不好 不像西方这个学习教育一套方法 都是以理解做前提的 你怎么可能在小时候 理解卢道佛的经典呢 他里边没有严密的推理 严密的推理 范畴的演绎 小孩子也能学 是吧 有的能数学天赋 他可以很小的年纪 就能懂高等数学了 这事情也没什么奇怪 那智商比较高 智商跟根气不是一回事 所以中国哲学的著作 它的文字表达 一个重要的特种是什么 充满了形象 比喻 例证 暗喻 有文学的价值 一句话并不是把它 推理出来的 是直接告诉你的 你不接受是你慢慢去体会的问题 跟我没关系 中国古代的圣人 把它直接所见就说出来了 这叫哲学的真理 直观的 西方哲学是推理的真理 好 我们看哪一种被表达的真理 更根本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西方的逻辑要搞推理 是吧 那么推理呢 比较典型的 就亚历斯多德讲的三单色 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对吧 好 一个推理要成立 当然要有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那么大前提和小前提所用的概念 当中要有一个中间性的概念 它叫周延 要包含 是吧 然后推出的结论在形式上肯定正确 好 那么你的每一个推论的前提 这个大前提来自哪里 来自前面 另外一个推论 好 那么另外一个推论的结论成了你这个推论的前提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推论的前提又来自哪里呢 你说再往前找 还有一个推论 还有一个推论是这个推论前提的来列 你往前找 你终于会找到什么 有这样一个推论 它的前提不是推论的结果 假如每一个推论的前提都是另外一个推论的结果 我们将无穷追溯 追溯到何人 你总会找到这样一个推论 它的前提不再是任何推论的结果 是吧 它一定是则决 中国哲学 点击给出的是什么 全是这些东西 就是可以拿 你可以拿它来做前提的那些折观道的真理 你拿后再来推 这是你可以玩的事情 对吧 但它给的是什么 它是所说 它是所见 这个见是什么 心灵的见到 伟大的哲学 所以中国哲学是不是个伟大的宝库 一句话很简单 比如说 反者道之动 听说过吧 弱者道之用 老子讲的 两句话你已经老早就知道了 懂了还是没懂 你就问老子 为什么反者道之动 你推给我看看 老子说 我看到的就是反者道之动 它不是任何推论的结果 它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责观的判断 然后你再推 结果我们推出很多东西 你知道吗 第一 我们明白了 什么叫反者道之动呢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都必然走向它自己的反面 反者道之动就这个意思 由于这一点 让中国中华民族有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是其他民族无法跟我们比的 什么智慧的 在最黑暗的时候 最艰难困苦的时候 中华民族对未来保持着它的信心 为什么 黑暗即将过去 它一定走向自己的反面 光明一定在前面 所以我们这位民族伟大 同时它又让我们这位民族在最辉煌的时候 最得意的时候保持了必要的警觉 为什么 事情正在走向反面 你推了 然后你几下推出做为能处事的 道家的两条通子 你也从里面推 从反者道之动里面推 第一条是什么 如果你要得到一个事物 你就要从它的反面开始 对吧 因为反者道之动 你要强大 必须从弱开始 你要高 必须从低开始 所以中国人如果懂得道家的思想境界 他一出场的时候 现在叫低调 极其低调 低调的你让你觉得我不存在 可以吧 现在我们都要高调开场的 参加达人秀比赛 我不得了 本事大来 助评委们看着我 结果没看中的 他就流泪了 流什么泪呢 这是第一条通子 你要得到什么数 必须从这个事物的反面开始 第二条通子 你要比较长久的保持一个事物 必须什么 让这个事物包含它的对立面 因为反者道之动 这个事物如果不能没有一种能力包容它的对立面的话 它自己很快要结束了 各位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比方说 资本主义要活得长久一点 它必须包含自己的对立面叫社会主义 一个不能包含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 它很快会垮台 各位同意吧 很道理很简单吧 比方说 涉业了的人 也就是离开生产过程的人 经济学家不再 不再看到他们的存在 是吧 经济学家讨论资本运动的 在资本运动之外的人 这不是他讨论的对象 是吧 但这些人存在吧 存在 这不过在经济学家眼中不存在 这些人在社会中 他们还在活 他们不再用货币来获得自己的生活之后 因为他们没货币 他涉业了 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样 应该不用市场原则了 同意吧 不用市场原则 他们还活着 你用市场原则 他们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 他们还要活着 你知道吧 干什么 抢银行 暴动 全然 你资本主义 所需要的和平的社会环境 还有吗 没有了 你不要以为 你必须永远坚持市场原则 永远坚持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要生效的前提是什么 和平的社会 和平的社会就一定要承认 在生产过程之外的那些人 他们还必须活着 同意吗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资本主义这种事物 如果想要长久一点 必须包含它的对立面 社会主义 各位的学业要成功 必须包含对立面困难 一些送礼都要包含它的对立面困难 你才能做成大的事情 我的两句话就这么说的 困难是我们的恩人 敌人是我们的老师 做事情要有对立面 要有反对你的人 你才会把你的事情做得更好 你一路顺畅还要得 到家马上提醒你 你快完蛋了 信不信 所以我们年轻的一代 学西方的科学学得多 中国的智慧 树立的长久了 远离长久 其实我们还得懂这些道理 我们希望一路顺风 我们希望没有挫折 我们希望没有人反对我们 没有人抵制我们 你要知道谁反对你 你应该高兴 你获得了提高刺激的 绝好的机会 只要你做的事情是正当的 那么谁保证你正当呢 路加 谁让你在正当的前提下 能够面对这个 反者道之中的事件呢 道加 就道加不教我们道德标准 各位要知道 道加是叫我们如何 在这个世界上自由一点 更自在一点 但好和坏他不想讲 善与恶他不想讨论 所以我们不能光有道加 这不对的 光有道加会完成一种什么 奸化 形成一种奸化的人生态度 反正是非是没有了 真的 老子一步道德就有好多种用法 其中一种用法就用它 把它作为全世界 没有比他更高明的全数书 你也可以这么用的 所以你怎么用好道加的思想呢 你必须由儒家做基础 做前提 因为儒家指明了我们 要明明德 要清明 要直与直善 道加也会让我们 奸化起来 比方说 因为反者道之动 你要打垮你的敌人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碰他 让他很快地达到辉煌 让他得意起来 他完蛋的日子快乐 这叫什么 欲擒 故中 妙不妙 也很妙 你从道加当中 也能学到这一切 然后你再把道加的 老子的道德经 跟那个马基耶佛里的君主论一比 马基耶佛里的君主论 也是叫欧洲各诸侯小国的君主 怎么完全数的 是吧 你一看 见着笑而渴 我们道加的才叫高明 讲的时间太长 那么我们刚才讲 这个中西哲学之比较 追问的是 这个中西文化之差异的根源 这差异的根源 是来自这个民族 对世界的不同理解 而这种不同的理解的形成 我做了这样几个说明 第一个 地理环境 导致了社会秩序的 不同的建构造原则 中国的原则是 在血缘关系之上 形成的亲情 然后在这个亲情的基础上 形成了社会秩序的原则 这原则最后归为五伦 就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叫五伦 伦理的伦 那么它的最高价值 都有表达的 叫君臣有义 来 不叫三干五常 三干五常是 对对 朱细的 那不是那个谁啊 不是孟子的 孟子说君臣有义 君臣之间的关系 它的价值在义上面 义 是什么呢 君仁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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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仁 仁耻 爱民 是吧 然后臣对他臣 那么今天没有君主之了 我们以为这一条就废掉了 不 虽然没有君主这个君 中华民族在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民族当中的一个成员 我们可以把整个民族看成君 我们是他的臣 各位同意吧 同意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民族师父不爱其他其中的成员了 问题是在这里了 于是大家逃 这个民族要自我更新 来获得一份机会 然后呢 大家仍然忠诚于他 那你逃出去的是为了逃 逃出去以后 你又还忠诚于他 这是很清楚 因为你发现你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否则你无家可贵 否则你真的叫流落藩包 这叫君臣 一份重要的人生价值 叫义 父子有亲 对亲 这个亲也是交付性的关系 不是单向的 单向的变成父要子王子不得不王 哪有这种道理 讲的是父子子孝 那叫亲情 那么夫妻呢 没有学人关系 这肯定的 那么他们的关系 一个价值在别字 分别的别 为什么这个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夫妻之间共命运 但是各司其责 女人做的 妻子做的事情 丈夫做不了 丈夫做的事情 妻子做不了 你要平等 你要平等 怎么平等 现在女权主义强调男女平等 这种平等太抽象了 各位 比方说 男人说 男人跟女人说 我跟你是平等的 那么女人就跟他男人讲了 你生个孩子给我看看 他生不了 对吧 所以这个夫妇有别 就是共命运各式起着 形成一种情感 这种情感 杨仁不懂的 而且词汇当中没的 杨仁懂得男女之感情 只有一个词叫lo 叫爱情 所以他们终身相爱 只会说i love you 天天说的 我们也很感动 其实心里知道 这个表达是不恰当的 在结婚之前 i love you 到结婚之后 天天i love you 这不大现实的 其实不真实 而且i love you 这个剧情有个问题 就主体面对课题 对吧 就是你是我的一个对象 现在我告诉你 i love you 中国人说这种话吗 现在说了 是跟杨仁学的 以前从不说这种话 中国人以前 怎么样表达爱情的 你知道 你这个叫冤家 你这个杀钱到的 你是冤家你知道 我跟你的关系 真是很难过 你知道 舍不得离开你 但是又恨你 你知道 爱情的真相 真这样的 各位 对吧 天天是欢天喜地的 刚刚还手拉着手 在花拳月下了 又吵了一架 你知道 吵了一架 个子其实很难过 还硬着呢 回到自己的 第二天上课 在等什么 你知道 等他发个短信来 那个瘟严寒意又来了 结果他还不来 你知道 这恨啊 终于他来了 那个恨完全没了 你知道 所以这叫冤家 很恰当的 不是什么 I love you You love me 都这么回事 所以中国人讲 人生的价值 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都是交互性的 他不是说 两个先有的关系者 先成列 A和B 先成列了 其实A是被B做成的 B也被A做成的 是吧 但西方人认为 这两个人先成列 然后说 我做一个决定 I made decision Love you 或者Blau 那一种事情 我们叫Full in love 这句话是很好的 递进去的 而且后悔来不及 你知道 那么 怎么时候后悔来不及 结婚了 结婚了以后呢 他一定发生 一些重要的转变 叫反者道之动 爱情也是一个事物 他服从反者道之动的 就爱情一定走向自己的翻面 叫什么 婚姻 于是 当爱情结束的时候 就是他转变为亲情 但这封亲情 严格来说 不叫亲情 为什么没有血缘关系 做起诉 对吧 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 很伟大 但是欧洲语言 找不到任何词来表达 你知道吗 中国怎么表达的 大家想想看 两个字 恩爱 恩爱 太妙了 对吧 你看看 德语你很好 或者英语很好 你找到恩爱两个词了 你能够找到一个词来 翻译恩爱 跟他对应的 没有的 各位 恩爱讲的是交互性的关系 是吧 一日夫妻 百日恩爱 这恩是双方的 是吧 因为他这个恩 是跟爱连在一起的恩 不是父亲跟孩子之间那份恩呢 是另外一种爱 所以呢 这叫词笑 中国那个笑子 在运动中 也找不到对应的词 也找不到的 所以中国人有意识 他特别的强调 人生的价值的五个方面 而每一个方面 都是我们人生意义的设限 缺一不可 你不能没有你的民族和祖国 这叫君臣 是吧 你不能没有你的父亲母亲 或者你没有自己的孩子 也是遗憾的事情 那叫丁克祖 现在有丁克的 对吧 主张不生孩子 这也是资本文明 逼迫出来的 其实大家都喜欢生孩子的 但现在成本比较高 有点累了 有点慌 因为自己还搞不定 对吧 那么这份东西不可少 叫父子 包括母子母女父女都一样 对吧 那么夫妇呢 有的人主张终身恋爱就不结婚 也可以的 你可以做这个选择 但是你缺少了五轮当中的一轮 叫恩爱 对吧 你一辈子爱吧 那么你肯定不断地转移 目标 你来舞了 因为你来舞 你跟这个来舞到一定程度 要走向婚姻了 是吧 你说我是多生主义者 拜拜 那再来第二个 一辈子来舞下去 是吧 有的人主张 或者实践了一段时间 后来还是要奔向恩爱的 这种人也不少 所以这是人生价值的一个第三个重要的方面的价值 它其实跟爱情一样宝贵 但爱情这份价值 儒家实际上不说的 我们注意到 孔子 论道 谈人类 社会生活 从不讲爱情的 这个事情今天不展开 那么还有兄弟 这个事情就独生子女政策来了以后 这件事情比较讨厌 兄长 长幼有序 长幼有序是兄弟之间 或者姊妹之间的一种很好的价值 人生的一份宝贵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独生子女政策很快结束 将来一定结束 因为不需要 由于这个市场经济的充分展开 每一个人的一生很短暂的在奔波 然后又不像农业文明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生不错个儿子 生六个女儿还在等第七个儿子 这种事情就不需要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人口会下降的 现在资本主义 西方法达资本主义国家 你要鼓励生元了 中国将来也会这样的 看80后生孩子 基本上是为他父母考虑 真的 有不少80后 哎呀 没办法 父母等着那几 那么快生个给你们好了 对吧 因为他自己忙不过来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将来我想多生子女政策 慢慢也就结束了 这是历史的进程 必然的 所以那一份价值又来了 又来了 那么还有一份 没有血缘关系做起初的 就能在社会上打交道 那叫朋友 西方人其实不大注重朋友的 注重理性的规则 契约原则 然后中国人非常注重朋友 因为朋友意味着什么 可以进入对方的private space 对吧 就我进入你的私人空间 那叫闺蜜 这个闺蜜 西方人说 闺蜜什么意思 闺蜜不是侵犯人家的隐私吗 我愿意你侵犯 你知道吗 我就想讲给你听 我没你听 我难过 这是中国人 那么这个闺蜜的基础是性 那我讲给你的话 你不到处说 要有个性质 叫朋友有性 朋友有性当然意思 不光是不说出去的事情 就方面很广 就人生亲情友情 对吧 那么不叫爱情 叫恩爱 对吧 有几份情 同时具备 这个人生 在中国人看来 叫完美的 在儒家学说看来 就是完美的了 对吧 那么西方什么叫 人生价值的完美呢 马斯洛心理学听说过吧 需要诚实 最高叫什么 最高一层 自我价值的实行 我总看不懂 你什么叫一个个人 独立的个人 自我价值实行 是什么意思 看来我是 细化的不够 也细化不了了 就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在人生的舞台上 赢得一些成功 赢得一些成见 我们这些幸福感 来自哪里各位 上告为父母 下带来孩子光明的未来 身边丈夫或妻子 因此得到 欢乐和 这个欣慰 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 落实的地方 马斯洛说不 自我 价值实现了 我就不懂什么意思 但现在我们都很强调 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实现了以后 你如果离开中国人 讲到五人 你有没有幸福感 西方人可能会有 因为他们老早就 摆脱了家族 个人 是吧 个人从家族中 被拖出来了 怎么拖了 一千多年的基督教 是在拖成功的 就是耶稣讲的 凡是在我身边来的人 如果他不憎恨他的父母 不憎恨他的兄弟姐妹 他就不是我的门徒 耶稣还说 抛弃你的家园 抛弃你的土地 跟我走 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这个个人来了 把个人从家族中 拖出来 把他纳落到团体 这个团体叫教会 就宗教敬仰团体 于是一千多年 欧洲人就被教化出 一个团体的个人来了 家族淡漠了 他怎么淡漠的 很清楚的 一个孩子出生 当然有他的父亲 血缘上的 很快经受洗礼 然后有了第二个父亲 叫教父 然后他跟他的儿子 儿子跟父亲 父亲和儿子 一旦在教会里边 就不叫父子了 叫什么 教友 那这件事情 一千多年 中国人有过吗 没有过 所以各位别相信 自己是一个individual 不会的 而且你最终不会希望这样 你希望你属于周遭 最重要的那些人 你需要这种关系的存在 你需要这种关系 达到他理想的状态 这理想中状态就是五轮的五种价值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命追求 所以 这就是我们来讲今天 我们重新返回中国古代的思想 它的重大的意义 这些思想并不等于把它简单等同于中国古代 这个朝廷 中央专制政权所用的意识形态 千万别这么想 它可能被用作意识形态 来巩固王权 是吧 来宣布 臣子对 君主的绝对忠诚 这是意识形态用法 但中国儒家思想所产生的人生的境界 那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我们要区分这两件事情 绝不能把它混为一谈 所以这种区分是我们读儒家经典的时候 每每 如果没有这种区分 不善于做这种区分 我们每每会怀疑这些经典 还有什么显示意义 我们会怀疑的 你有了这种区分 你才读到了孔子孟子 大学中庸所说的那些道理 那么这些道理 在今天的实践 一定要面对当代的课题的 所以有一个儒家的现代化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的语言都开始 我们的语言都变了 是吧 我们不可能是用古汉语说话的 那么现代汉语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把现代汉语说成是一个 用汉字所说的西方概念 那我们是真正的放弃了汉语 现代汉语被某些人的理解就是说 是用汉字所表达的西方概念 这样汉语就变成了西方语言的一种表达色 西方概念的表达色 其实不是 汉语永远是汉语 他的生命力全在民间对他的用法中 比方说我跟你说你要讲道理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你听懂了我的意思 你却不会误解的 你不会误解成我说 你怎么如此违背理性的法则 你不会这么想 你一定认为我此生里什么 你怎么这样违背人之常情 中国人这个基本的理解在的 不要听信那些学者 不断的用西方概念来纠正我们说话的意义 这叫带来进步 讲道理就是讲理性规则 他以为这样可以带来我们民族的进步 不 他正在铲除我们的精神家园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也不能展开了 所以我们想中西文化 未来的这个交往 它的未来的前景 这是最后要谈的一点 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了 我们看到了这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表面了许多的病症 但是我们要知道将来中国的市场经济 仍然是中国特色的 它应该展现出 它会展现出积极的方面 这个积极的方面就是什么 中国文化精神一定形成 对资本逻辑的限制 并且为扬起资本逻辑 准备好精神要素 我们中国人不会彻底的用资本的语言和市场的语言来说话的 我们将会学会把它限制在它的一个范围之内 这个努力将展开 都用市场的语言说话 并且说到家里去 最荒唐的事情就是什么 比方说你去教育孩子热爱劳动 热爱劳动没有热爱呀 结果你教导他怎么学会雇佣劳动 就是说你说你 你今天给我扫地 给你五块钱 如果把玩意刷了再给你五块钱 这叫培养他劳动 这叫让他在家里面就体会到雇佣劳动 是什么意思 而且他一定是异化的 所以这比如说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呢 就是到明正觉去 明正觉干嘛 登记结婚 登记结婚是干嘛呢 那么明正觉官员会跟你们讲话了 第一句话 因为你们两个人经过了好多年的相爱 克服了种种的阻裂 终于欢天喜地 手拉着手了到明正觉登记结婚 然后明正觉官员第一句话跟说 跟你们这么说的 恭喜你们今天喜结良缘 这句话说得真好 第二句话马上来了 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 应当有必要的法律制设 因此我向你们提出录下建议 其中有一条建议叫 你们是不是应该搞一下婚前财产登记 这句话一说出来 那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 立刻明白了潜台词 就今天我们来干什么的呢 我们今天来结婚的 要为未来的离婚做好准备 对吧 自奔逻辑进来了 世上原则进来了 我们需要 我们今天来结婚 其实是来签合同的 在签字之前 要把有关的条款看看清楚 在合同有效期之间 谁拥有怎样的权利 和承担怎样的义务 难道我们需要这样的婚姻吗 所以这里边的问题 我们马上看出来了 所以重建我们中国社会的精神基础 就是重建我们中国人 对生活的基本理解和人生态度 人生态度是最根本的 西方人的人生态度不可能 也不应当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中国未来的健康进步 不是让西方哲学变成中国的事项 而且他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把中国变成个基督教国家 他也不可能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得很清楚 更何况我们的汉语承载着什么 接电着什么 接电着世界上四个 四种思想智慧境界中的一种 叫卢家道家的 后来还佛学中国话 卢道夫三家 接电在汉语里边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信念 就是不管我们怎样的 向西方学习展开市场进去 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市场进去 变得健康和正常起来 但是我们并不因为健康正常 就知道我们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健康正常的前提是什么 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 他的精神 不可能有清一色的西方色的经济 在东方民族那里 比方说日本经济跟欧洲经济 一定不一样 为什么 资本的逻辑在日本 生长在他日本文化的土壤里 韩国的经济 也跟韩国经济是不一样的 所以西方人对日本的经济 曾经发生危机做过预测 在九十年代发生危机 预测了以后每一个预测都落空了 为什么 他们觉得很奇怪 难道我们的经济学不适合于日本吗 他们不懂得 日本在经济在风险上危机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方式是日本文化竞争的反应 第一 他们不解雇员工 员工自愿降低工资 与企业同舟共济 这是西方人想不到的 第二 同行之间本来是积累的竞争 这时候什么 合作 同舟共济 欧洲经济学一看不通 所以他们的预料会落空的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中国之未来也会怎样 好 时间讲得很长 谢谢大家